大家好煮面条最低水开下锅 面馆师傅教我的诀窍 两不煮出爽滑又劲道 今天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点小料 切点香菜和葱花放入碗中 往电动蒜泥器里面放入几个大蒜 几秒钟就打成蒜末了 打好之后往碗里面放点葱花 放入蒜末 加88粒食盐 加一点白芝麻 再加点辣椒面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勺子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锅底加入清水之后开始煮 煮到锅底有小气泡 水不开的时候下入面条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才劲道爽滑 用筷子搅一搅防止面条粘连在一起 煮开之后加一点冷水 再次煮开之后再加一次冷水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劲道爽滑不浓汤 俗话说三开饺子两开面 面条这样煮开了两次 就非常的劲道爽滑又好吃 面条煮熟之后要两勺面汤到碗里 接着放入面条 再放入一个荷包蛋 放入一点香菜 面条这样做香辣开胃 好吃又解馋 真的是太香了 喜欢就试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